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尾巴上的尖先给它剪掉 剪掉了以后就给它用剪刀开背 好 然后这样子就把头的部分 还是用刀子来切比较好 那么给它头的整个身子的四分之一连着头 这样子 一半一半的这样子 那么头上的这块肉比较大一点 这块头的部分先给它去烫 这里是开水 开水里面要放一点葱 放一点姜片 然后放一点花椒和盐巴去给它 这里是花椒 这里是姜片 然后这里是盐 把这个放在开水里头 不要这么咸 当然要看水的多少 好了 现在就把这个全部倒进来 水滚了 就全部倒进来就把它拿来煮 因为头的部分比较不太容易熟 所以煮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 你可以把它盖起来 三分钟或者是四分钟 那么在这里煮 然后这一边也就是尾巴的这一边 尾巴的这一边我们就要把这个肉给它拿出来 也就是把这个壳拨到这个尾壳的地方 这一段不要去给它再拨了 也就是尾巴等一下熟了的时候很漂亮 好 这里把这个下面的这个筋给它抽掉 这个白筋抽掉 让这个虾变成平的 变成平的 那全部给它撒上一点盐 和少许的胡椒粉 好了 这样子等一下就给它蘸一个高丽糊 高丽糊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用蛋白打出来的这个糊 我们叫它是高丽糊 这里呢是蛋白 这个蛋白呢要用力的 好好的把它打 打成什么程度呢 打成这个样子 打成这样子白白的 泡泡的 硬硬的 打到这个程度 以后呢筷子都能站起来了 到这个程度呢 要给它加这个盐 和这个面粉 好 这里是盐 然后再继续打 如果家里有这个发泡粉的话 加一点发泡粉 可以帮助它更松更泡 这个下去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 要把它先拌匀了 然后呢再这样子搅和 好 等到很均匀的时候呢 你就用这个糊 这个就叫做高丽糊 用这个糊呢 把刚才腌好了的虾呢 来裹起来呢 来炸 好 这样子来给它炸 平平的给它炸 这个油的温度呢很低 不能够太高 也就是说不能够太烫 太烫了的时候呢 容易黄掉 那么要它漂亮 所以就要给它摆 要给它摆 给它炸熟了就好了 炸熟了就好了 好了 这样子已经熟了 这个虾呢是很容易熟的东西 好 这里呢已经有几条呢 通通是炸过 那现在呢再回锅 再炸一次 要用干净的油 要用温的这个温度 好 这边的这个煮的虾 也要给它捞起来了 好 这个煮熟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虾全部捞起来 那么然后呢 就给它分别的 给它排在这个盘子里面 先把这个头放在这个中间 然后把那个尾巴 再给它放在这个旁边 四个头给它站起来 这边呢也是四个头 给它站起来 好 这样子都给它弄好了 站好了 然后把这个尾巴的部分呢 就给它这个朝外 给它排好 就这样子 这是两种不同的口味的虾 而这个用的是 一只一只的虾呢 给它这样子分开来做的 好了 今天时间很短 所以给你介绍的 我不晓得你是否听明白了 这个在五十九月 你可以参考一下 给你介绍的高丽维大虾 就是这样子 谢谢你 我们下一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